一輛正在行駛的自小客車 開到一半 突然好大一片布滿針刺的葉子 從路旁的椰子樹上雜落下來 新京車輛險些遭殃 開口危險小心墜落 八個紅字警示鮮明 椰子樹的附近 已經架起了三角錐和標語 提醒路人注意安全 這裡是花蓮一處大專院校 道路兩旁高大茂密的椰子樹 因為遭逢連日豪雨 導致枯葉掉落 一棵青綠的椰子硬生掉落 撞擊地面發出了沉重聲響 前來處理現場的工人 伸手拉扯一大片枯葉 原來是在修整樹木上方 搖搖欲墜的枝葉 就怕到時突然掉落 影響用路人安全 很危險 用路人如果走在樹下的話 都會被找到 那這部分他算是定期的去修剪路家 有沒有人走過去的時候受傷 目前沒有 沒有發生這樣的問題 其實每到收成季節 學校就會委託外面的人 處理道路兩旁的椰子樹 可別小看這一片椰子葉 它的重量可是有2.5公斤 加上從15米高的樹上掉下來 萬一砸到人 後果可視不堪設想 記者劉己嬌 美銀雪花蓮採訪報導